大家好呀 我看一下网络的问题 能听到我的声音的宝宝麻烦在聊天框里面扣个1 如果设备OK的话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好我已经看到了有几个熟悉的ID了 就是上次直播的时候也有见到过好像 那就是应该也有就是新来的宝宝对吧 那么就是现在直播正式开始以前介绍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叫Ella 目前的话呢是就读于多伦多大学UTSG主校区的学生 那么今天这一场讲座呢 其实主要是一个偏学术方向的 因为我在就是异乡开过前两场的直播 是讲在多大怎么选课 以及就是在网课的情况下 如何GPA4.0呢 就前面两场如果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前面的视频 那么今天这一个讲座呢会比较偏学术一点 那么主要是会讲什么呢 因为在座的大家就是我相信就是 如果是看见这个标题点进来的话 就应该是就是要来多大读书的学生 对吧 那么我可以说就是根据我身边的精英啊 就是来多大读书的学生至少有50%的人 是会就读于数学统计经济这三个专业的 那么这三个专业的话呢 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众说纷纭传说很多 就是包括我当初自己当年没有进多大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的话是那个统计的specialist 加上经济的major加上数学的minor 所以其实对这三个系就是我都上他们的课 但是当初在我自己进多大以前 我对这三个系就是也是一种 就是不是很清楚的态度 因为江湖传说也有很多嘛 所以就是今天这个直播的话 会主要来帮大家解析一下 多大有关于这三个大系列的江湖传说 好吧 那么首先就是在江湖传说以前的话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科普一些概念 就是因为我前两场开直播的时候 就也有很多同学会问 就是针对于要来多大读书的同学 就是你们进专业这回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因为其实你们现在来多大的话 是已经拿到一个offer了吗 对吧 那么你们在那个offer上面写的可能是什么呢 你是被录取到social science 或者是life science 或者是像computer science啊 然后就是等等这一类的是一个大类 对不对 但实际上比如说像我现在读的是统计和经济 当初我的offer上面并没有写这两个major 对不对 这其实就是多大它独有的一个进专业的制度 就是你拿了offer进多大 但你毕业并不一定是你offer上面的这个专业 因为它真正就是进专业这件事情 是发生在大家大一结束的那个时候的 是要凭借你大一专业课的成绩去就是enrod进你的专业的 那么就是比如说像如果你要进经济专业的话 你是肯定要去上一些金字类的必修课达到相应的分数 然后在大一结束以后apply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学生系统上面 像department也就是部门提出申请 然后部门的话呢会来核准你大一的分数 就每个系的操作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它会来核准你的这个大一必修课的分数 然后如果你成功就是比那个线要高的话呢 你就会啊非常好 就是你能够进到你想进的专业 但是如果你的分数没有达到部门要的那条线的话 那你就不能够进入那个专业了 所以在这里的话 大家就可以发现就是可能很多国内的营销号会说什么 会说多大是一个很恐怖淘汰率很高的学校 但它那个淘汰率高的意思是真的是说 就是毕业出来的机会就很少吗 其实不是的 就是你在多大就只要你进了多大 你有这个本事进多大 基本上是有这个本事毕业的 就只要你不要太浪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他们指的那个淘汰率 比如说他有的营销号 可能会说淘汰率到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大家心里都是有一个想进的专业的 对不对 就比如说最近几年大数据就是CS很火嘛 对不对 那比如说在我们多大你拿offer拿到CS offer的人是五千个 但是呢就是这五千个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也是想进CS系的 对不对 那么可能比如说一共有八千个人今年想要进CS系 但CS系它只要多少人呢 它可能只要三千个人 那么这个淘汰率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你想要进的专业和你真正能进的专业中间的那个差距 就比如说如果你进不了CS系 并不是说就是你的人生直接就完蛋了 你还有很多其他的系可以读对吧 就比如说你可能是差了一点点进CS 但实际上你进就是数学系的那个成绩是已经够的 所以其实就是在多大他的淘汰率并不是说你能不能够毕业的这个概率 而是说你能不能够尽力想进专业的这个概率 那么既然聊到了就是说我们想进的这个专业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想要跟大家科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多大他自己的那个program名称 就如果是现在刚收到offer的小伙伴 可能还没有开始考虑这个事情啊 但等到你们大一的那个winter开始 就会非常热烈的去每天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多大的毕业要求 因为多大的program它是分成三个level的 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specialist,major和minor 那么从字面意思上来讲 大家应该都已经能够听出 就是specialist肯定是最专业的 major就是那个我们平时说的你读什么什么专业 minor的话有点俯修的意思 对不对 那么这三个program在多大到底是怎么样运行的呢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它其实是多大为了核准我们毕业 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制度 那么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你毕业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个specialist的degree 或者是两个major的degree 或者是一个major加上两个minor的degree 就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快餐店里面点东西一样 它是有不同的套餐的 你只要在这三个套餐里面就是任选其 就能够毕业 那么如果就如果可能有小伙伴具体的会问到 就是说这三个degree之间到底差的有多少 是这样的 就是我可以用统计系来给大家取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统计系它有两个specialist 是applied statistic和theoretical statistic 就是一个是应用统计specialist 一个是理论统计specialist 那么这两个specialist它们所需要的学分都是在 应该是在14个左右的 那么多大你毕业的话是要20个学分 所以从可学分的这个制度也是对应的 就你只要一个specialist就可以毕业了 你再俯修一下其他的课就可以了 那么major的话呢 统计系只有一个major 就叫做statistical major 那么这个major的话是要求7个学分的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要毕业 那7乘2就等于14对不对 你就需要14个学分 然后再加一些辅修课 然后才能达到20分的那个毕业的学分要求 那么minor的话就是会比major再少一点 会大概基本上是在4个学分左右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是学分上面的一个硬性要求 大家马上就能看出区别来 但我也可以帮大家就是从一个更深层次的角度来帮大家分析一下 这三个program到底差差在哪里啊 就是你的specialist 你读下来整一个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就是可能你已经把研究生的好几门课给读完了 就是他的课程内容会非常的深 比如说统计系在大四的一些课程 实际上是和多大研究生的学院一起上的 所以如果就是你以后的志向是想要读研或者是读博的话 那么可能你比较适合去偏向选一些specialist这样的program 因为会对你的研究生有帮助嘛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找工作的话 以找工作为目标 因为读书我们最后都是这个学费是要赚回来的 如果你是以找工作为目标的话呢 你可以major就比如说经济加统计major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搭配 major学的内容其实已经足够深了 足够支持你去找工作没有问题了 那么minor的话呢就有点像是 就是你辅修了一个什么学位 就比如说如果你是辅修统计的话 你可能对于数据的理解就没有那么深 就可能你单单的统计知识是达不到用人单位 就是想要招聘的那个要求的 因为毕竟他的学分少所以会比较的浅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浅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现在对找工作这件事情 就是关不关就关不关心了 就是但我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有两种人才是比较吃香的 就第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你真正数业有专攻 你把那个领域该读的东西都读完了 就比如说可能如果你是统计的博士读出来的话 你可能就是会去 就是一些比较机密的那种部门 然后去就是每天就搞那些建模啊 然后就是数据分析的事情 对不对 这种的话就是数业有专攻 就是你在这个领域的专业程度 已经达到人类的顶尖了 那么没问题 你是肯定有工作的 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 第二种的话呢 是有点像是 就是我觉得就是什么都懂一点 就是一个全才 那么这个全才大家可以怎么理解呢 就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浅显的例子 就比如说我在这开一场直播 那么其实开场直播就是背后 我需要就是做出很多的准备 就比如说什么呢 我需要先跟就是异乡的团队 就是去沟通我的idea 这场直播我到底想要做什么 那这可能就是一个沟通communication的能力 对不对 那么在沟通完了之后呢 大家会注意到就是 我直播的那个窗口 会有一个封面提前做好的放在哪 对不对 其实说实话 就是在开始直播以前 我是根本不会做图的 就是我是一个平时不拍照片的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美图秀秀是怎么用的 那么就是在直播以后呢 我知道了就是你想要做一张图 就是把人像给切出来 把不同的就是小图拼凑在一起怎么弄 那这可能就是一个拼图的能力 对不对 然后就是在落实到现在 就是我和你们讲之前呢 我可能会需要写一些bullet point的脚本 就是我放在简介里的那个 就是我需要提示一下 我今天主要要cover哪几个内容 这样我讲的话有条例 你们听的话就是也有目的性 对不对 那可能就是这些所有的能力 就是我没有一个是特别特别精通的 我可能以后不会做一个谈判官 可能不会专职去做一个PS选手 也可能不会专职去做一个演讲者 但其实这些能力就是我大概的都懂一点 我也能够做一场直播 对不对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了 就是大家 因为大家在大学里面 多大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 就是他让你们选 你们只要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就可以了 就如果你是想做那种数业有专攻的人 那可以往specialist去努力 如果你是想做那种 就是什么都懂一点的人呢 你可以选一个major加两个minor 这个是从就是思想的高度 我帮大家来分析了一下 这三个program怎么选啊 但就是人总是要吃饭的嘛 对不对 就可能也有一些小伙伴会比较关心 就是成绩的问题 就成绩的话是这样的 specialist的课程难度肯定是最大的 也就是你的gpa有可能会偏低一点点 就是你为了拿到那个最高的program 你是需要付出代价 这个很好理解 对吧 然后major和minor的课程 一般来说会更加容易一些 所以呢 就是如果大家是那种 就是我情愿为了五斗米折腰的人 就是我只想在大学里混个好成绩 因为其实就是除了多大我们本校的人 知道就是有这个有这三个program的区别以外 外校的人根本就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为了拿一张好看的成绩单毕业 可以去优先考虑major minor这样的program 会比较好 那么到这里的话呢 我是把多大的这个制度给讲解了一下 然后呢 我先回答一下大家上面提出的问题 我住哪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回国 所以我还在多伦多 现在就已经是晚上的这个时间了 然后下面的话有人问 每年期末考试的成绩 期末考是这样的 就是我在上一场直播里面呢 也有讲过 就是因为今年是网课的原因 所以在往年的课程 就比如说它可能是两个term test 就是类似于期中考的东西 然后再加一个final就是期末考 可能是有几个大的考试组成你的评分方向的 但今年因为是网课 所以它可能会拆成就是好几个quiz 就比如说每周让你做两道题目 然后那两个题目可能值你总分的一分两分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下面我看到有一个是说数学的选求课有什么限定的范围吗 其实这个选求课的意思呢 我指的是BR 就是多大的那个brace requirement 就那个brace requirement 是对所有R10的science的学生生效的 就是你需要从五个BR的大类里面 应该是至少选三个 每个修满一个学分 然后才能达到你毕业的一个要求 然后这个选求课的事情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就是我的第一次直播 我在那个里面有具体的讲过 就是这个选求课怎么办的问题 但在这里可以就是稍微跟大家就再提一句 就是多大的选求课 你基本上是可以把它给CR掉的 就这个CR的操作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记住你的GPA 因为很好理解 可能就是一个学数学的人 他不擅长写essage对不对 但是因为多大的BR课 是要求大家去拓展一些你不熟悉的领域的 所以你可能确实需要去选一些 比如说文化方面的课程 那是你不擅长的东西没有关系 多大允许你就是不让这门课拖累你的成绩 国际留学生学费的问题 就是留学生的学费一直都是比本地生要高的 然后今年就是入今年大一的话 应该是五万八五万九加币这个样子 然后那个2C商学院和computer science的人 可能会就是再高一点这个样子 我还看到有人问说数学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这个就业方向的话呢 我可以就是帮大家把这三个主要的系 就是数学统计经济给 就是都说一下 就是目前因为我也有在国内实习过嘛 就我以后可能会比较想去互联网公司 比如说像BAT这个样子 就是我个人在当时面试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在多大读书 你想要回国找工作的话 你这个学校排名的值钱程度比你的专业还要值钱 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国内的HR它有可能会怎么样筛选你的简历 就是在你找工作的时候 大部分企业是这个样子 它会有一个school target list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 就是前几年有人就是爆出过 就是中金就是那个投行的一个target school 就比如说北大清华是第一等 然后下面的可能就是 就是浙大呀什么的可能是第二等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多大 因为它近几年世界排名升得很高嘛 就是好像QS2021出来 它已经升到世界18位了 所以呢 不管你在多大读的是什么专业 就至少在互联网领域是这样的 不管你读的是什么专业 多大的世界排名已经能够保证你拿到面试的邀约了 那你拿到了面试的邀约 就是第一个门槛已经过了嘛 你在过了第一个门槛以后呢 你需要去思考就是你真正的专业知识 是不是匹配你未来的工作 对不对 那么数学方向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也有读它的minor嘛 就是它更多培养的是一种你的逻辑思维能力 因为非常好理解就是 你学的东西就比如说怎么求导 怎么样求integral 就是可能跟你真正的实用的工作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联系 对不对 但是你在解题的过程中 你知道就是你碰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应该如何分类讨论啊 应该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数学的话如果你是读数学 其实大部分公司都是会考虑你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的逻辑思维很不错 因为毕竟他招一个人是一个长线的功臣嘛 那么他可能更看重的是你的学习能力 因为毕业的时候大家都是小菜鸟对不对 就是未来的东西可以慢慢学重要的是能力 那数学除了在就业方面就是培养人的逻辑思维以外呢 它其实在读研方向是很有好处的 就比如说很多谈效顶尖的金融项目 是要求大家有一定的数学理论基础的 因为金融其实说白了本质就是数学嘛 所以数学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foundation program 就是一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学科 因为它在每一个学科里都会用到 而且其实我说实话 如果我不把数学学得这么深的话 很多时候精细和统计说了什么 其实我也有点难理解的 所以就是学数学对于另外两个学科都是有辅助作用的 那么除了数学以外就是统计系 统计系是大家近年来最香的一个系 就比CS系都要香 因为可能大家觉得就是去CS系掉头发的概率太高了 就统计好像没有那么高攀不起 所以最近几年就是很多很多人想要进统计系 就多大的统计系现在热门到什么程度呢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字 就是统计系的那个major 每年大一结束apply的人数呢 大概会在2000个人左右 但它最后只要多少人呢 它最后只要700个人到800个人这个样子 所以基本上就是二进一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而且就是 就是统计系它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你们去看入系的 就是每个系的入系要求会发现 经济系它是最nice的 为什么 它的入系要求很简单明了 就是一刀切 怎么样个一刀切呢 就是你大一的专业必修课 ECO101和102 只要你达到63分 然后数学课也达到相应分数的话 就是你只要过了那个人线 你就能进 它是不会限制你的人数的 就比如说 今年可能有2000个人 ECO101考到了63分以上 明年可能有1000多个人 考到了这个分数 它不是不管这个人数波动的 只要你到了这个分数线 你就能进 所以经济系 是这三个系里面最nice的 而且它就是高年级的课程 也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那么数学系的话 我觉得是第二nice的 就是它的录取条件是什么呢 它的录取条件是 只要你上了大一的课就可以 就它甚至都没有分数要求 但是数学系它就像是一个 就是很温柔的限制 为什么呢 因为它到高年级 有几门课的难度会很大很大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当时我犹豫了一下 就是我不想要 数学major的原因 就是它可能到了大四 有一些课 我确实handle不过来 然后我就想 那就一个minor吧 所以数学系的话 就是它从minor到specialist 就数学系下面的 这所有program 它都是没有具体分数要求的 就只要 就它的态度就是 只要你敢来上 我就 我就敢让你逼一 就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但其实很少有人能够啃下来 就为什么 就是mass major其实还好 就没有那么的恐怖 但因为它mass major的话 你只要上数学系的 135 136级以上的课程就可以了 但是mass系的specialist 非常恐怖 它的specialist的要求 你的数学是要读到157的 就是因为多大的课号 它是课号的那个数字越大 难度越高嘛 所以157大概就是 如果你在国内高考过 玩过数学竞赛的人 去读一读 大概是可以的 然后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你就最好不要了 因为挂科的概率会很大 它的那个课程实在是太难了 对 然后就是统计系的话 说回来 就是统计系的就业方向 其实它会比数学系 更加应用一点 就比如说 可能就是做一些数据分析的 方向的工作 或者是商业分析 就是analyze这方面的工作 想进私大 想进投行 想进咨询行业 想进互联网 统计系都非常的百搭 这也是它为什么 近几年来 就是比较火爆的原因 就我可以给大家 再举一个 就是比较实际的例子 就比如说 当年就是我去面试 字节跳动的时候 就是那个 今日头条和抖音的 那个公司 就它会要求 大家具备一些印记呢 就比如说什么呢 它会要求你用Excel 它会要求你用R 就是一种编程语言 或者还有Python 每个职位都不一样嘛 那么如果你在多大 读的是统计 至少你的R 是又能用的非常好的 Excel它也会教你 那么也就是相当于说 你学获了这两种工具 你在面试的时候 就是 就非常的好 就对方能够敏锐的 抓取到你 这个人是有价值的 因为就是这种软件的东西 你会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嘛 很简单 那多大 它是会在统计系 上课的时候 它是会教你 这样的一些知识的 还有比如说 像一些很实用的理论 就比如说假设检验啊 就这种 大家如果以后来统计系 就肯定会听到 这样的专用名字 就这些专用名字 都是非常实用的 所以这也是统计系 为什么今年来 很火爆的原因 那么讲完了统计系以后呢 再来唠叨唠叨经济系 就其实经济系 是我在多大 我觉得最佩服的一个系 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非常的与时俱进 就比如说经济的知识 大家可能在大一 学的是什么 学的可能是 就是不同的market 就比如说是一个寡头市场啊 或者是一个垄断市场 这样的对不对 然后宏观经济 可能学的是GDP怎么算 汇率怎么算 就是大一大二的课程 经济课程都是非常偏理论的 就大家可能在学的时候 就在想 我又不是 我以后也不当国家总理 我会算GDP有什么用 对不对 但其实经济系 它到了高年级以后 它同样呢 也会教大家一些 很实用的东西 对我的经济系 它真的是包裹万象 什么都有 比如说你想学金融的课程 但你不在商学院 你可以学到金融吗 可以 经济系高年级 就有金融的课程 你学了这些课程以后 你照样可以去投行 和那些商学院 毕业出来的人 就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竞争 如果你以后想去做 就是比如说那种 行为分析市场部的工作 那你想要学一些行为 行为心理学 那多大的经济系有吗 有的 它有行为心理学的课程 就比如说 我知道有个课 它是这样的 就它开学的时候 教授给出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命题 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 大家要买一个 iPhone的手机 就最近iPhone12 不是马上就要发布会了吗 如果一个iPhone的手机 值5000块钱 然后你家楼下有家iPhone店 距离你10公里以外 有家iPhone店 然后你知道 今天距离你比较远的那家店 它打折 怎么打折呢 它告诉你说 你买个iPhone 能够便宜4块钱 你会过去吗 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 就是我傻吧 就是走那么多远的路 只便宜4块钱 但是大家换一个问题 来想一想啊 如果现在把iPhone的店 换成奶茶店 一杯奶茶只要8块钱 但我现在跟你说 离你比较远的那家奶茶店 它今天卖的价格 就是相当于打对着 就8块钱只要4块 同样也是便宜了4块钱 那为什么会有更多的人 会选择为了这同样的4块钱 去那家远的奶茶店 而觉得就是去远的那家苹果店 买苹果的人就很傻了 这就是行为心理学 就是也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经济学下面小的分支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进了经济系 熬过前两年的理论 你其实可以在后面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就比如说经济系 它在今年做了一个改革 就统计现在不是特别香吗 它改革出了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Focus 就比如说你进了经济的major 你现在可以挑选一个你专注的领域 就比如说你想专注宏观经济 想专注微观经济 想专注行为心理学 它新出了一个Focus 叫什么呢 叫做Data Analytics 就是数据分析嘛 所以即使你读了经济 你想要同时读数据分析的东西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就这个Focus 是经济系今年新出的一个Focus 如果大家就是对数据方面 这方面感兴趣 又不想读的那么深 就是不想直接去读一个统计 或者数学的话 可以考虑这个Focus 就是我个人会非常的推荐 因为大数据的时代 你多学一点数据的东西 肯定是好的嘛 对不对 好 我现在就是短暂的看一下 大家的问题 有人来问我说 就是Club方面 就Club是这样的 多大的Club 往年的话呢 在开学会有一个社团日 大家可以就是自主去报名 但今年因为疫情的话呢 可能是没有了 而且多大 它不强制要求大家参加Club 所以大家就是不用担心 这个的事情 然后就是暑假实习申请方面 就是我个人比较了解 国内的申请 就是国内申请的时间线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每年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 开始会有暑假实习的稿位 在各大公司的官网po出来 然后呢 你需要一个简历 那么在这个简历里面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几个部分 是什么呢 一个是你的 就是在校的GPA 就是你的成绩 因为我们都是学生嘛 没有太多的精力 就是去搞别的事情 所以就是你的成绩 是能够证明你的能力的 那么除了成绩以外 还有什么是HR所看重的呢 就是你的一些 比如说 无伤大雅的课外活动 就比如说可能你有过一些主持经历啊 有过一些就是presentation演讲的经历 这些都是好的 因为就是能够表现出你这个人的一些个人爱好吗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去关注过就是阿里的一些就是新闻 就是阿里他们经常会说HR在招聘的时候找的是哪种人 找的是身上具有阿里位的人 那么这个阿里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很多公司其实都是这样 他不仅想要找一个优秀的人才 他还需要找一个和你三和公司三观匹配的人才 就比如说你想要去互联网 因为现在互联网加班很严重嘛 但然后HR他可能就会问你说 你在学校里面是一个会在图书馆熬夜学习的人吗 如果你说我从来不会为了就是读书而学习的话 他可能就会想 那我怎么那我怎么能够保证就是你来了我们公司以后 会心甘情愿的每天工作那么多个小时吗 对不对 那么其实就是道理都都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你想去咨询 但是你没有任何presentation的经验 因为在咨询就是你的就是沟通演讲技能 非常非常的重要嘛 所以就是就是要对味道 而这些小的细节可能可以体现出就是你是和这个公司口味的 就跟就我觉得就是找工作就跟找对象一样 就是大家都要互相匹配到合适的嘛 对不对 有人问就是说数学难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多大大一的数学课分成四个level 就从简单到难分别是133给上课的人学的 135 136 适用于数学统计经济都OK 就大家就是如果不想难为自己的话 就是135 136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难为自己 还是那句话啊 然后137的话稍微难一点 157的话是最难的 然后我自己的话读的是135 136 因为当年我是高考出来的嘛 所以就是我可以说国外的数学会比高考要简单 而且就是很大型 很多时候就是中国人是真的有优势的 就为什么 就是国外的人就是真的有的时候会比我们更搞不懂 因为其实我的数学在体制内学的时候也没有很好很好 但我发现就是你到了国外以后 只要你就是跟着professor 就是那个教授的思路一步一步往下学 其实就是不大容易就是拿到一个很不好的成绩 因为大家真的要对自己有信心 就是中国人的基因是真的有用 就是国外教授出题 就是还是就是还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个信息啊 就是说国外的教授 他不是专职上课的教授 他有自己的研究工作要干的 所以他不会闲到花了 就像高考一样 闭关两个月就给你们出一张期末考 他不会这么干的 他不会这么难为你 他就是把上课讲过的东西 遍一遍套路 但这个套路不会是那种解题的套路 他只会是思路上的套路 就比如说这个题你有没有看懂 我上课常讲的就是这种理解的方式 你有没有理解套 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套路 就是如果你就是愿意认真好好学的话 国外的数学不会特别难 而且如果你是在国内就是高中有认真学习过数学的 就基本上大一一年数学是管得了的 就是基本上那些东西你都是会听说过的 有人问我专攻哪个方面数学 我的数学不是专攻 我的数学是就是比较滑水的 赌一赌的 就是因为我 因为就是我证明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就是如果去专攻数学的话 就证明方面稍稍会有一点费劲 所以当时就是我自己的话是没有考虑 就是深钻数学这个方向 而是更加偏就是应用 就是统计经济那边一点 所以就大家只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 就根据自己的能力 就是在这三个就是领域里面 我觉得三选二应该也不是特别难 对不对 就如果按照double major来考虑的话 那么三选二的话 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 就数学统计也有啊 数学经济也有 经济统计也有 就基本上不会差的太多 然后就是有人还是就是有人问到就是数学的和统计的问题啊 就是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理科的学科 但他只要求你会 就如果你是找工作的话 就比如说你会知道怎么用R就可以了 公司一般不会要求你说就是你要很具体的知道R的那个背 背后就编成语言的背后是怎么样运转的 那可能是CS系的人需要干的事情 然后就是如果就大家就是嗯 可以就是稍微放心一点 就毕竟大学四年能学到很多 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可能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就是你的能力只是考察了一部分 更多的话是看你的就是个人的一些潜质嘛 就毕竟他招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工具 对不对 如果他只是要很简单的计算一下 就是比如说一组数据的话 他可以找Excel请他来帮忙啊 就直接编个程序算不就可以了吗 但他招的是个人对不对 人身上的有些品质是机器学不来的 就比如说可能你有上定心啊会刻苦 然后就是因为多大的课程很难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能坚持读完多大学业的人 都挺值得鼓掌的 就大家肯定都是精神可畏勇气可嘉 所以就是你在大学过程中会收 就是路上会收获不一样的风景吧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了 对就是就比如说在找工作的时候 就是我现在往下翻那个聊天框 就是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因为其实说白了以后 就是如果我孝招的话 我是会投阿丽的 然后当我投阿丽的这个问题 就因为很多人不是有人说零零 就说他零零息 就是每天都要工作工作嘛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喜欢 就是没有就完全不要生活 就是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工作这样 也有人喜欢就是可能觉得我还是要有生活 要有情感的就每个人他都有不一样的性格 所以才会去到不一样的地方 对不对 在大学里面也是这样呀 就可能有人就是愿意每天为了学习 在图书馆里爆肝秃头 有人觉得就是我在大学里面 就应该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 其实没有谁是错的 只不过大家都在选择我们想做的事情 对不对 有人问到就是人工智能或者机器学习 就是我觉得人工智能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有上过CSC的课 然后CSC的那个老师他有跟我 就是我没有聊过 就是如果你想去做人工智能的话 基本上是要读博士的 就是因为人工智能这种东西 你肯定是要走在人类最前沿 才有意义嘛 对不对 所以肯定是需要一个比较深的 学习过程的 那就比如说像一个更高的学位 可能硕士啊或者是博士 就比如说像华为 他招就是做芯片嘛 就那种人工智能的东西 基本上对你的学历是比较高的要求 就本科可能是不够的 然后我想想就是还有什么没讲了 就是大一课程的事情 大一的课程就现在绕回来学习了 大一的课程是这样的 就是我帮大家就是整个在梳理一遍 就是经济统计数学这三个系 大一的入系要求啊是这样的 我先来讲统计 统计是最麻烦的一个系 统计的话是这样的 如果你想要进统计 Major和Specialist 你需要两个课的成绩 一个是STAR 130 就是那个统计课的成绩 第二个是你的数学课 MET 135 136或者137都可以 那去年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如果你这两门课的均分加次来 到到我想一下 70以上大概是70以上 就可以进入统计的Major 就这个概念是什么 就大家不用去猜它的分数线 因为每年的分数线 都是会有波动的 统计系是卡人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 你只要超过你身边一半的小伙伴 你就能够入系 因为他差不多砍人是砍一半嘛 然后统计系里面 基本上来读的都是中国人 所以呢就是你只要 就是比你身边的小伙伴更努力 你就能够进统计系的Major 然后统计系的Specialist 要求会更高 就是今年高出来的录取结果 应该是 你至少STAR 130加上Major 135 136 要达到80分以上 就基本上进的人 就应该是要4.0了 就因为当年我自己进的时候 也是4.0吧 然后就是我只问到了几个 就基本上都是80 8283这个样子的 就你要高到这个水平 才能够进它的Specialist 所以统计的Specialist 竞争非常的激烈 它那个Apply的 就是我读的这个应用统计 每年应该只要十几个人 然后那个Specialist 就是那个Theoretical 就是理论的那个 应该也是十几个人 有人问就是Major和Specialist的区别 这个的话我在今天刚开始直播的时候 刚刚讲过 就是说Major的话呢 就它本质上来说 Major,Specialist,Minor 都只是多大为了毕业 核准毕业研究出的一种制度 Specialist读的更深一点 一般要十四个学分左右 Major稍微浅一点 只要七个学分左右 找工作的话呢 Major够了 如果想读研的话呢 Specialist 看情况而定 有可能会更好一点 因为它学的内容深嘛 然后毕业要求的话呢 是一个Specialist 或者是两个Major 就可以了 好 可能语速稍微会有点快啊 因为我在就是总结的 总结的时候 就经常会稍微说的有点快 就是统计系的入系要求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些数据都是没有对外公布的 都是就是我一点一点问来的 所以大家就是 如果就等到明年入系的时候 有关于统计系的一些具体的问题 就是可以到时候再来私信 我没有问题 就是统计的话 它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因为就是 就怎么说呢 说白了就是 就是大家就是 人都是饭店的嘛 大家抢的东西才香 大家都想进这个系 所以它就被炒起来 就跟炒股一样嘛 就是这个道理 好 然后下面的话呢 是经济系 经济系的话是这样的 经济的Major很松 你只要就是大一的课程 达到63分以上 就能够自动进去 没有问题的 然后经济系的Major呢 找工作完全深度够了 我推荐大家再搭配一个 Focus in Data Analytics 就是专攻于数据分析 就是大数据时代 稍微多学点数据 肯定是好的嘛 然后再往上走的话呢 是经济的Specialist 经济的Specialist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Specialist呢 它不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 Apply的 它是在大二结束才会Apply 因为经济的Specialist 它挺难的 所以需要再继续看一下 大二的专业必修课的成绩 才能决定你是否进系 然后我个人认为就是 如果你不是一门心思以后 要做经济学家的话 可以不用考虑经济的Specialist 因为它里面学的东西 真的太理论了 就是你在生活中 就是你去公司里面工作 除非你是那种四大里面的经济 四大行或者是银行里面的经济学家 基本上是用不到你学的那些东西的 然后GP还很容易被拉低 因为它有些东西就是 就毕竟我们只是个体嘛 对不对 你要去思考一整个国家发生的事情 就确实会比较难一点 而且就是大家其实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一开始着迷于经济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经济它是唯一一个 你做不了实验的学科 就你只能去解释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就比如说Coronavirus 就是新冠刚爆发的那个时候 不是就是加币汇率暴跌吗 那么你这个暴跌 它到底为什么发生没有理论 就是能够提前的去就是去预测它 你只能就是在它暴跌之后 通过经济学的理论去解释 就是经济学它有点像马后炮这种 就去解释历史上那些事情是为什么发生 就有点像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在经济这个department里面呢 我帮大家来梳理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为了好毕业 并且就是多懂一点别人不懂的东西 就比如说刚刚我讲的那个买iPhone和奶茶的那个例子 就是选一个major没有错 major非常好过 就是会比specialist好很多 但是specialist难度就有点太高了 大家要酌情考虑 好然后最后的一个department应该是math数学 对不对 数学的话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心有余力的人 比如说你统计加经济major了 你可以再搭一个数学的minor 因为很多课都是重复的嘛 基本上不用再多读什么东西 就能够就是直接 就是能有一个minor的学位了 minor的东西学得非常浅 minor 数学的minor是不需要证明能力的 你只要会计算就可以了 然后数学的major的话呢 它比较适合于 它比较像一个就是培养你思维能力和打基础的 这样的一个major 在这个major里面 你需要一点点的证明能力 但不会特别特别的多 学刷的东西 你以后可以去做金融 可以在硕士读编程 或者是直接去公司 就是工作都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稍微有一点点就是难啃 就是证明的那个部分会比较难啃 这是数学的major 然后数学的specialist的话呢 难度也是非常的大的 就是还是就有点像是经济那边 就是如果就是大家不想难为自己的话 可以不要去考虑就是数学的specialist 因为他确实就数学的specialist 就到最后就是也是往数学家进发的 就是大概是那个方向 好 然后最后的话还有一个福利啊 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关心的大一的两个课程 一个是STAR 130 一个是STAR C108的一些学习的小tips 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STAR 130是这样的 STAR 130它是一个统计学的入门课程 它主要学什么呢 就是简而言之就是把你大学未来四年会学的统计学知识 都给你介绍一遍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就是introduction 就是你只要就是听懂教授的实验思路 就他会讲就是统计学上面是怎么做实验的 就比如说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统计学就是就统计学为什么会被发明出来 我个人认为就是跟人的懒和一些就是先天决定的条件是很有关系的 就比如说如果你想要测量就是一种珍惜动物的就是身体内部的就解剖一种珍惜动物身体内部的状况 你能把它们全杀了吗 就是那肯定不行啊 你把它们全杀 它们就直接灭绝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需要取样本 所以我们只能取部分的样本 但你怎么样由这一个sample 就是部分的样本 推广到所有的物种 就比如说你想要测人类的平均身高 你把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拉过来测身高 肯定不现实嘛 对不对 你肯定只能选一个小的样本 那你怎么选这个样本 这个样本得出的结论 怎么样infer推广到全人类去 那肯定就是一个推 就是有几集人这样的一个道理 其实统计学本质上就是干这件事情的 那么比如说就是这个思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呀 然后我们是怎么样用具体的编程思维去实现这个目的的 就是大130会做一个介绍 如果你对统计学就是一无所知的话 没有关系 你通上完这门课以后就能够明确的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真正适合 就是到这个行业里来去研究数据这件事情了 然后就是大130这个课的话呢 我个人建议是 就是他不会要你就是算很多东西 就还是以理解为准 只要你理解够了 就是考试不会有大的问题 他会他最后会有一个编程的小作业 但那个编程的小作业的话呢 就是不会特别难 不会让你写很多的code 就主要还是应用为准 就是你是要就是讲给你的观众听的 你这个数据到底整出来是干嘛 就比如说我们那一年就做了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就是多伦多的警察局 就是会跟多大官方合作 就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自行车 或者是车辆偷到了样本给我们 然后需要我们就是去搞一堆数据 然后得出一个结论 他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调整执勤的方式 这样的就非常有意思 就大家可以就体验一下 斯大130这个课 斯大130是这个样子 然后的话呢是CSC108 CSC108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纯编程的课程 学的语言是python 就如果你在上多大以前 完全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编程是什么 也没有接触过 这个课是有一定难度的 就是我个人的建议是什么呢 如果你真的一点都没有接触过 并且很数的慌的话 可以先去选一个它的预备课程 就是CSC104 课号越小的课越简单 你先上那个课适应一下 编程的语言逻辑 因为它确实就是跟人讲话不大一样 当时我就是讲 就是我先上了104 再上了108 就是就毕竟就是编程语言 这个事情你一上 因为它进度比较快嘛 这个课 所以就是它会让你有一点点懵逼 就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是什么情况的话 然后108的话呢 就是它的就是编程 就让你打code的东西会特别的多 那这个课的话呢 就需要大家就是 就说本来就是理 就是你实践大过于你理解 就是你只有自己去码那个code 你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光看教授讲是没有什么用的 就这个课的话 精髓在于实践 就一定要多打多尝试 就是不要怕自己写错code了 就是慢 就是死过很多次以后总会好的 我当时就是这样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的话呢 就是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内容 就是介绍了一下数学统计经济 这三个多大的最有名的戏 它的一些就是具体的入戏要求 它毕业以后可以干什么 以及它的大一课程具体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再等大家两分钟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打在聊天框里面 然后最后的话呢 还是就是感谢一下 大家今天的出席 然后如果OK的话呢 可以点一下关注我 然后后面的话 应该我还会分享更多的干货 对 然后看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在这儿再等一会儿 研究生申请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申请研究生的话呢 大学第一年可以先不用急 因为大部分北美的研究生 看的都是大三大四的成绩 所以研究生可以稍微放后面一点考虑 而且就是如果你来多大读了本科的话 其实你在生国外的研究生 是不用考语言这种东西的嘛 因为它可以直接wave掉 就亚斯托弗不用再考了 所以其实就是要准备的内容会 没有那 就没有必要在大一开始 就是去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大学四年 人的思维是会变很多的 就比如说 当年就是我 我出来以前 我还觉得就是以后我想留在这边 然后我读完大一 我就觉得我可能不是很想留在这边 就是人的思维会变得很快 就大家在 可以慢慢的就是去想你以后 到底要干什么 怎么关注的话呢 点击我的头像 应该就可以关注了吧 应该是这个样子 好的 我在等最后一分钟呀 大家看一下 就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提 就比如说 今年的这个网课的情况啊 什么的 就是 哦对就说起网课的话 我还就是要跟大家提一句 就是因为今年是网课 就很多人不是在国内读书的嘛 然后10号不是马上就要开学了嘛 就是今年 就今年因为它是网课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是去 就是在网上把那个T card 就是你的学生证给领好 因为你没有领好学生证 你是注册不了你的多大邮箱的 你注册不了你的多大邮箱 你是没有办法收到教授给你的email的 就你可能都不知道今天上课是怎么上的 所以就是这个T card 以及你多大官方邮箱的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 因为以前开学你可能还知道就自己去上课 教授还会提醒你嘛 但今年全网课 如果你就是连怎么上网课都没有收到那个link 就是那个比如说Zoom教室的链接你都没有收到 那就比较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就是准备准备收收心开学了 就是多大的节奏会比较快 可能我们10号开学对吧 然后可能第二周第三周开始就会有小的作业小的quiz上来了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可以稍微收收心体会一下多大的这个氛围了 网课是通过什么上 就是我在上一期直播里面有讲过就是这个具体的网课是怎么样 就是每个教授都会用不同的软件 比较常见的话呢 有一个叫BB Collaborate 一个叫Zoom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呢 是先录好的录屏 就这几个形式的话 要看每个教授的习惯 具体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一期的直播 就是我都有帮大家说过 就是每一个东西在国内怎么用啊 它的优缺点是什么的 然后Zoom的链接的话 就是教授他会应该会把上课的所有材料 都po在那个Quarkus 就是那个学习的网站上面 通过AQR点进去的 就这个Quarkus怎么进呢 我在上一期直播里面也有讲 就他那个有点像公告栏啊 就什么东西都给你放在上面 但是因为就是大家都比较懒嘛 可能你不会就是每隔一个小时去看那个网页 对不对 所以就是如果你注册了email 就可以实时收到他的短信提示 这样的话就能够就是及时的知道 就是教授都干了一些什么 好 OK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大概到这里了 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就都可以来关注我 然后私信也提问题都可以 那么也是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在多大的第一个学期开学愉快 体会一下就是国外大学的这种氛围 10号 10号开学 不要忘了 好吧 那今天我们的话呢 就先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Nine Usually Betsy 似 事 哦 好 你 还有 等等 就